原本擔任中繼工作的鈴木箭矢 這場面對歐立士的比賽被尾以先發重任 中傳龜太一棒掃向左外野的高速飛球 松本剛斜向拼命追左手一落過 接到了精彩的防守沒收 這支很可能形成安打的飛球 化解歐立士的攻勢 逃過一節的火腿馬上在二直下半還以顏色 哦吼 這一棒咬個正著 and see you later 兩分打臉全雷打全唱 球迷歡聲雷動堅持得點 而且火腿的攻勢串聯的非常順暢 下個半局監督新裝剛制下達打跑戰術 奈良肩打擊有效執行 把球掃到右邊落地安打 形成一三類友人的情況 緊接著萬波陣中不讓雷上的隊友 苦等三類邊線車不邊的安打 球卡在球同區的座椅 讓歐立士的防守學員 花了好長時間才拿到球 兩分打點的三類安打 火腿把比數擴大到4比0 但是歐立士畢竟是上個賽季的日本總冠軍 正宗的重炮部隊一點也不好惹 先來一發左外野揚春炮追回一分 而且準備上演難得一見的攻勢 不如說也來一發右外野全壘打這樣可以嗎 當然不夠 因為還有下一棒 戰軍陽臉全壘打王的山本玉太郎 歐托 打在甜蜜殿上很遠很遠出去了 歐立士單局三連跑 back to back to back 把火腿隊的中繼投手庫瑞輝打到吳宇溫蒼天 這個時候火腿果斷換頭止住失血 最後田中正義關門成功 火腿6比3氣走歐立士 鏡頭再轉到軟銀隊樂天的比賽 軟銀先發投手是已經43歲的老將何天毅 儘管已經征戰職棒20年 但是球威不減 第一局就飆出了兩次三陣 果然飽到未老 鏡頭見解先來一隻帶有一分打點的安打 緊接著柳田優奇擠壓到的飛球 島內侯明滑接不成 幸運形成安打 一口氣送回兩位隊友 3比0軟銀領先 然而下個半局樂天馬上叫了回來 島內侯明率先發難追回一分 接下來淺村榮董再補刀 單局挨了兩發洋春炮 讓何天毅難以置信 不過這位經驗豐富的老將馬上回穩 主頭5要3分之2 只丟掉2分 帶領軟銀以4比2拿下勝利 最後一場比賽是C5對千葉羅德 前兩局雙方各有斬獲 1比1的僵局持續到7局下半 羅德串聯的攻勢奮戰一三壘 佐藤督智也非常巧妙地打在右邊內野 滾地球來得及嗎 隊友都比出安全上壘的手勢 但是裁判說 Out 不過這次打擊價值連城 不但突破1比1的僵局 也是比賽的勝利打點 讓羅德以2比1驚險過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凡猛 開店賺マー 開店賺マー Miles